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歷史兩週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順利結束 香港第三波疫情已稍有緩和 萬眾期盼的健康碼卻遲遲未能面世 而見基於健康碼的通關也暫未有消息 近日 香港特區政府抗議獨島委員會專家顧問徐樹昌表示 推出健康碼的必要條件是香港沒有新增本地確診個案 香港有海外人士 境外人士帶病毒進去 所以一天香港有本地新增個案 我們周邊的城市省市都不會歡迎我們過去 所以希望盡快可以達到香港零確診 徐樹昌表示 基於大眾對社會全面恢復正常的期望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進展受到高度關注 他表示 當下相關疫苗尚處於臨床研究階段 其最終問世時間表及具體有效期限都尚未明確 究竟何時可以到香港呢 因為現在第三期的臨床研究都未完結 到年尾才能出到數據 證明是安全有效才可以大量生產 生產都要幾個月 所以我估計最快最快 都可能是2021年的第二季 才可能有第一批的疫苗到 部份的疫苗可能去到2021年尾之前 才可以運低香港 所以到香港人要打完 很多人可以打到那個疫苗 可能是2021年尾或是2022年初 聽到的 深入 靈火 靈火 變動 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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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火